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的一位老观众 他也给我很多支持 百乐人生 他要模拟这个打法 他说了 四连之后反打一口 紧一口 只打四连之后的一口 他赌四连断 他打平注 五百块一注 他说长期打可以赢 要看一看 他这个止赢止损 就是说赢三口 或者是输五口停 如果他是止损之后 输了五口之后 他再看重新切入点 是重新竞输三口之后 再开始打 他说有这个惊喜 我们这个模拟就是说 装装装装 下手打弦 只打一手 平注五百 止盈止损方案 是根据他提出的止盈止损方案 非常简单的一个打法 就是这个 只是打断四连 只打断四连 我们看看结果怎么样 我们这个四连反打法 我做了一个模拟器 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们可以清零 赢了四百五 什么意思呢 就是赢了一口 两胜一负 赢了一口 可能是抽水的原因 赢的那口是装 所以我们是赢了四百五 我们只打了三手 赢了五百 这个肯定是闲赢了 我没有抽水 我们是只赢了 只下了一口 赢了一口 这个我们下的比较多 下六口 赢二输四 我们输了两口 可能赢的时候还有抽水 所以我们输的比两口实际的要多 这个是打五口 赢了一口 这个是输了一个水钱 这个是净赢三口 净赢三口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大概有四个四连装 或者是四连弦 我们这个就是没输没赢 我们看到我们基本是每一靴 还是都有下的 我经过这个模拟 模拟测试了一下 我发现 所谓这个三口止盈 三口五口止损 下不了那么多口 相对说止盈止损意义不大 因为你运气好的时候 你可以连应四口 像这样的 所以可能是意义不大 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大路的时候 我们经常打这个这种棋头的打法 如果前面这个装或者是咸到了四口 第二次又是四口 第三次我们就打这个棋头 就是长度不会超过四口 我们下回再打 也是到四连这个时候 不打或者是转打 反打这种情况 这个是一个 很多看大陆的网友都会这么打 前面五口齐了 那个五口之后 我们不继续打了 不继续往下打 不打或者是反打 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法 倒是可以利用在我们这个方法里 如果棋头经常棋头的话 那我们就一直打下去 没有必要止盈 你这个前三口都棋了 到后来可能也是棋 这个就是我们的模拟器 我们看我们打的手数相当少 我们一削 可能这个是打的相当多了 打了七手 两手 三手 三手 五手 四手 六手 两手 基本呢 我们打的是这个一两手 最多打到七手 平均下来呢 就打个三四手之间 这个是五手 这个是五手 这个是四手 这个是三手 这是五手 大部分情况下呢 是这个三四五 四 四 三 六 三 五 二 四 是一个很小的区间 打的手数少 其实就相对来说 接近不到大数据 比如说你一削打四手 那么你打五百削 就是两千手 这两千手 离大数据差的比较远 所以这种情况下 可能 可能是可以赢的 不打懒 这个可以赢是真的不容易 像这种短期的话 我倒是比较支持的 我是不建议 特别是打懒的朋友 不建议手手都打 你固定方法打的话 手手都打容易撞到死穴 无论是每一个打法都有死穴 要是不灵活运用的话 碰到这个长装长弦 单跳双跳 这种情况下 两防一听 这种情况下 总可能出现死穴 我们三猪鹿反打 就怕这个长装长弦 或者是三装三弦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能就会输得很多 无论每一种打法 都有一个所谓的死穴 这种死穴出现之后 你再配合拦法 就输得比较多 如果你把这个数量降下来 没那么多 打500穴也好 5000穴也好 你撞不到打数据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有可能有机会赢 好了 我们看一看 这个方法 我们模拟500穴 看看是什么结果 第一个500穴 我们打完了 我们看 我们赢了800 赢了800 还是靠最后一穴赢的 基本就打平 我们胜率其实并不高 我们赢的穴只有500穴赢了200 203穴 就40% 40%是相当于少 但是我们还打平了 因为我们赢的时候 平均每穴差不多赢两个 这个就像我刚才看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止盈意义不大的就在于 你看我们最后一穴可以赢五个 对吧 我们五胜 就输了一个水钱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放心的往上去打 因为我们看得出来我们的胜率并不高 我们的胜率是40% 我们能打平或者赢钱 其实就靠着我们不止赢 我们看一看这个图形怎么样 这个图形虽然我们下的不多 我们下了这个每手500 我们可以说每手下5000的话 可能这个数字上有些震荡 但是我们看呢 这个真是有点没有什么特定的规律 我们从-5000到赢了挣的20000 我们下来又上去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区间 1万块 1万块 这个1万块这样的 这里 这里这个1万块 可能还不到一点 500一万块 差不多就是这个20口 短区间之内 我们抓住这种竞赢20口的机会 因为我们下的不多 我们500学才杀2000口 我们能用20口的话 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在一段区间 我们可以连赢 我们赢的最多的呢 我们看是2000多一点 赢5口 大部分情况下是1000到1500 所以不设定只赢都还可以 支损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设定 因为我们真正输的可能 只有一口特别不好 运气不好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输的比较多 大部分时候都不到2500 所以支损没什么必要 支损就输一口两口 我们打的也不多 所以我就把止盈支损的部分去掉了 这个就是我去掉的原因 我模拟骑做完测试一下 就发现 出现这种止盈支损情况 基本遇不上 不至于的 甚至说不止盈可能赢得更多 好了我们看一看第二个500靴 第二个500靴相当不错 我们赢了32000 500一个驻马 10个驻马5000 20个驻马1万 我们就赢了60多个驻马 很奇怪的是 我们赢的并不多 我们500靴里赢了211靴 我们比上回多了一点 42点几 我们每靴也差不多赢 900多也正常 因为我们打的手术少 所以我们打了500靴 没有接触的大数据 我们运气好的话 我们是可以赢的 事实也证明了 这个500靴 我们以500个基本驻马 我们赢了60个驻马 平均下来差不多 就是美学营到0.1个驻马 10%多一点 0.12个驻马 也还可以了 因为这个打法 我们不见得是要做的 我们每天等四连打 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常的打 但是我们在正常打的时候 如果碰到了四连 我们随手打一口断 这个李乐意就行了 不用怕的 结果还是可以的 我们看看图形 这个图形可能真的是运气好 上来就没输过 一开始赢了2万 继续爬升 可以说这个 两次到达人生巅峰 我们这里到了3万多 输了又回来又回来 到最后追回来了 还是不错的 从止盈止损来看 如果是这个1500止盈 差不多 也没有说真正的 这个损失掉特别多 你和止损 以这个打平 我们止损 这个2500止损 也有两次 所以这个意义就少了 不如放开手脚去打 不管它止盈止损 反正也不太多 这个真的是凭着我们的运气 这个抛开大数据 在短期我们希望在2000口 2000多口之内 我们做的盈多数少 好了 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第三次500靴的模拟 这个确实有惊喜 这个像我们这位网友提出的 我们还是赢的 我们一开始是赢了一点 上学赢了32000 这些赢1万7 那我们总加起来 是等于说 差不多赢了5万了 就是100个基本码 像我刚才说的 你不是说坐在这等500靴 你为了赢这个1万7 这个没有意义 我说是在我们打的同时 我们打打打 这个打到断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冲过去 我们多加500 我们打断的时候 这个差不多是210靴是赢的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赢的其实不多 我们赢的比例不多 不是一半一半 所以这个方法 在每一靴赢的 比输的还是要多的 这样才能做到 我们在赢的少的 只有42%的靴赢的时候 我们还能赢利 这个就再次印证了 这个不能只赢 你要只赢 可能做不到这些了 我每一靴差不多赢了 跟上回也差不多 不到两个码 赢一个码 赢钱的时候 我们看一看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 我们看的时候 因为抽水的关系 不到3000 我们可能赢的比较大的比较多 输的话 跟我们之前一样 接触到真正能说 突破网友提前设定之损 只有123456次 而且算多了 平时更少 细细拉大赢 大部分是不赢不输 或者是很小的输赢 或者输个水钱 我们这个图形 一开始输了2万 到最后我们追回去了 有点意思 我们短期看看 有这种1万的突破 有这种1万的突破 甚至是这里 这里就更高了 这个1万的突破 可能1万2了 1万左右还差不多 想不到 我们这个真的是惊喜 我们这个拧的比较多 好了 我们再看一看 下一个500靴模拟的状况 这个是输了 不奇怪 输了也应该的 不能一直赢 我们打了500靴 我们运气不好 我们只赢了186靴 这个非常非常的低 这个加起来是多少呢 37% 37%的机会赢 这个你能赢都怪了 37% 而且美学赢的钱也少 900 原来可能是900多 虽然说美学差的不多 但是呢 我们打的这个 整体来说数量比较少 所以你这个美学输50 蛮多的 我美学其实下注的话 可能就是几千 比如说下这个四注的话 下手一共是2000 所以你美学这个 差个几十 其实平均差几十 其实蛮多的 整个这个数字太低 两个原因造成的 这个赢的数字低 美学赢的数字也低 双重打击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形 我发现这个所有的图形 都是震荡的 因为这个打的手术少 远离大数据 这个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震荡 像我们平时的震荡震荡 后来一直输的 这个不可能 这个就是 等于说纯这个随机 我们看看赢的时候 有一万的 不到一万 这个区间可能有一万 这个区间可能甚至是 一万多 这个区间一万多一点 说实话 这个规律就很难找 因为它这个打的 确实是比较少 我们再看下面 真的是这个 断篮反倒不多 这个大的这种 这种不是断篮了 就说这个 网友提出的支损 支损点 只倒过两三次 可以说非常少 但是我们看这个赢的时候 也非常少 一千的并不多 西西拉有几个两千三千 但是 这个大部分都在输 输了一个码也好 两个码也好 输了水钱也好 所以 这个方法 其实如果你 当然有时间的时候 你泡在赌场里 大把时间 你跟着打 还是 从我们连续打 模拟来看 还是可以赚钱的 像这些网友说的 确实有惊喜 但是你打的特别多 进入大数据的范畴内 我估计也是不赢的 但是我们 这么打的话 接触不了大数据 我们碰到这个四连 反打一口 碰到四连 反打一口 应该还是可以的 最坏的可能就是输了个水钱 就是输也输不会太多 因为你打的口数 毕竟少 你一靴之内 你下两千 这个十靴之内 下两万 一百靴 一千靴之内 也没有多少钱 但是你输赢各半 所以你也不会输太多 就是你打一千靴 你每次都打 最坏的可能 你把二百万全输了 当然这个不可能了 你不可能说 你打这么多手 打就一千靴 一靴不赢 所以这个倒是我们 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法 作为主打 我觉得你要等的话 浪费这么多时间的话 我觉得你要下的大 你说我专打反四连 一次一万 我这个就赌他赢 我们看看最坏的可能怎么样 我们输了五百的话 我们其实就输了一万五 我们最坏的可能 你看这次 我们从零一直输到了一万五 五百来说 我们大概是输了三十个码 那一万 我们就是输了三十万 我们还是心里可以承受的 因为我们看我们赢的时候 我们其实五百 我们能赢二十个码 那你还可以赢二十万 所以这个方法 我觉得 要么你就是在赌场泡的时候 在平时看 偶尔打一打 你还是根据自己的方法打 如果你到四连 你象征性的打五百块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四连你觉得还想打桩 你想打一千块的桩 那你要打反五百块 你就是把柱码稍微小一点 如果你本身四连你打算反打 你已经下了五百块 反打 你再加五百块 就等于我们坐在桌子旁边 额外的加注或者减注 我们实际意义上的每注 四连反打头五百块 这种方法 在我们看这个收益来说 是总体来说前面赢五万 现在输一万 在两千削之内 我们是可以赢四万的 四万来说 就是其实蛮多的 等于说是赢了八十个基本码 如果你想象一下 把基本码扩大 如果是五千 你会赢四十万了 所以这个方法 我们觉得朋友们可以测试一下 这个需要长期 短期其实意义不大 我们看了这个两千削 其实蛮多的 真的是有惊喜 想不到是赢了 好了 我们这期模拟就做到这里 感谢这位网友提出一个 很好的方案 给我们参考 如果大家有兴趣 请把您的模拟方案也告诉我 我给大家做 五百学的实战模拟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 希望喜欢的朋友 订阅 点赞 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放 感谢观看